新任环保署长李应元指出亚洲水泥在泰鲁阁国家公园挖矿破坏环境 应该要停止继续开发 不过环保团体就批评亚洲水泥早就已经考虑退出 李应元的宣誓恐怕是作秀大于实质 山林被挖成光秃一片 亚洲水泥在泰鲁阁国家公园的开发 在纪录片看见台湾的镜头下一览无遗 对此新上任的环保署长李应元说 在国家公园开矿的行为应该停止 需要再把整个的上帝给我们的艺术品这样来做 我个人会非常的反对 我们希望这个能够当作环境资源部这样的一个限礼 全力保护国家公园的环境 那么其他在宜兰新竹山区还有几个人在进行环平的开矿案呢 李署长说不了解个案但也没把话说死 地球公民基金会表示 亚尼早已考虑停止在国家公园开发 李署长的宣誓恐怕实质意义有限 另外环保署在88年曾发文解释 矿场延续租用挖矿 只要范围没扩大或变动 就可以续挖更深 不必实时还评 呼吁环保署尽快修正这项解释 我想李署长今天做的这个政策宣誓 其实作秀的意义大于实质 这种矿权能够无限制的展延的状况 其实就是持续的让这块土地被削肉剔骨 我花莲雅尼员工则担心 无法在国家公园挖矿 工作会不保 我这样子就去抗争吧 他是希望我们都走上街头吗 听到环保署突然要求停止 在太鲁阁国家公园挖矿 亚洲水泥管理阶层表示很亚裔 很希望环保署能多跟产业界沟通 亚尼强调 开矿过程做了很多环保工作 也相信环保跟经济可以并行不备 而且亚尼已经展现诚意 逐年退出国家公园的开采 继续组合报导